我这上班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最近总收到四星数想和我偶遇 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但其实我心里有巨大的色孔阴影 比如早上和不熟的同事上了同一趟电梯 即使我们尽量避免眼神的交替 但突出的身高还是让我一览无一遇 看得出她也十分犹豫 你也来上班啊 你也来上班 果然比色孔更可怕的是两个色孔相遇 再比如剪头时 要时刻保持清醒 因为面对我这种特例 Tony老师总有很多国际化的创意 还有很多让我难以造假的话题 尤其是面对团建这种色孔地狱 虽然心里十分嫌弃 笑容依然要充满诚意 但老板的一时兴起还是让人措手不及 最终还是决定牺牲自己 居然意外地很受欢迎 唉 闹听 我这小妈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都说想要在公司取得一席之地 除了能力最重要的还有交际 凭借外形的优势 领导对我十分客气 那我只好把握实际 在同事之中我也非常受欢迎 特别是看到有人上班摸了鱼 身高的优势立刻转化为强大的使命 老板时常给予我们指点和鼓励 看得出大家都在深入反省 但只有我在承受着不属于自己的压力 果然对男人来说 女人的一切都是个迷 为了让老板看到我的努力 我也试图内卷到底 而且就算熬夜加班也不能亏待自己 优秀的打工人 就是要兼顾实力与美丽 还要留下奋斗的证据 这个月肯定能多拿奖金 于是忍不住想和闺蜜分享这点好消息 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劲 没关系 还有挽救的余地 唉 闹听 我的小妈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最近老有小姑娘说我是男友平T 我也在深刻反思自己的问题 比如闺蜜逛街喜欢邀请我一起买买买 凭借谦虚的姿态 小瘦小姐姐总能给我区别对待 大姨们也对我格外青睐 还老收获额外的赠品 再比如闺蜜突然遭遇尴尬的事情 同为女生的我比男朋友更懂她的难言之意 不仅能帮她避免大姨妈侧陋的色死 还能亲自去影厕所帮她送纸 但 其实我可以解释 闺蜜带男朋友出门总喜欢变脸 我知道她是嫌男朋友拍照太敷衍 其实她要的仪式感 完全能用这台复古相机设计的手机解决 看到她的笑容在镜头中完美展现 才懂她要的并不只是简单的照片 而是女主角的体验 最终效果闺蜜很满意 这种情况也不只是悲还是喜 但似乎 终于不是我自己单身了 唉 闹停 我的小马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如果你了解我 你会发现你根本不了解我 小马是不是你小马是不是男的 小马是不是小马 还漏死了 因为我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矛盾 爸爸耍你是不是男的 大学四年以为总能看清未来的发展 眼看同学们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只有我自己在为难 我也试着寻找答案 但 偶尔我也会为爱情心烦 面对男生也有解不开的谜团 凭倦有趣的灵魂我们相谈之欢 看来这次可以脱单了 你聊天真带着 还得跟男人有男人 又没完全脱成 为了不让纠结成为自己的短板 我试着变得果断 真的一定是这个 买这个买这个 要不先试试看 我知道不止我自己有纠结的习惯 所以新配方无糖可口可乐 到底是不是史上最好喝的可口可乐 但答案只有尝试过才说了算 先试着看吧 所以后来我聊到了很久 我得跟他讲明白 新配方无糖可口可乐 是不是史上最好喝的可口可乐 我让他先尝再说 这种小语 看来理由还是不过委婉 空我死 唉 闹听 我这小妈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由于长时间保持这个形象 我和闺蜜的友情岌岌可危 出门在外闺蜜总是丢三落四 我也会好心给她提示 你身份证总是不知道怎么带着的嘛 但总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兄弟啊 你先来兄媳妇 不得把你哄开啊 让友情变质 女生的友谊往往简单而增致 比如利用相同的配饰 让闺蜜聚会更加精致 这 似乎不太合适 好在还有别的方式 精致女孩都爱随时随地拍照片 但闺蜜总是纠结 要不要发朋友圈 因为 张小小 你拨圈怎么难行啊 那是我有份 女生思念怎么劝都不行 只有我贴心的安慰让她冷静 别哭了 快走吧 因为我赶上密解了 但 感觉她不太聪明 关键时候还在靠我做决定 什么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由于这个身高 我对事情的理解 往往比普通人更刁钻 我时常面对老板的画柄 趁年轻的时候 多学点东西 不要太在一起 英雄 还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险 眼光 要放个场面一样 站得高 看得远吗 果然强者的标准是谢顶 想到这儿 我对老板肃然起敬 就是 最终还是让她放下了借地 老板 这儿比我好一点 老板总喜欢赶着下班时间 给我们惊喜 要不我们开总结会 但这种场合 让我多少有点没底 一向谦虚的 我决定隐藏自己 但 应该还有挽救的余地 好刺激 老板经常利用周末时间 组团团建 在她鞭策下 大家都十分熟练 好 最好 非常好 只有女同事们 不太情愿 我知道 她是担心自己卡粉 被发现 你用这阿玛尼新家 不补装吗 这是都在德国上买的 上面的大牌美妆 都是经过专业人员 鉴别的 而且比专会便宜一倍多了 但 小心 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终于结束了团建的一天 看得出老板也有些疲倦 出门在外得让自己舒服一点 闹听 Hello大家好 我是一米九的小马 最近有很多家人们 私信爱她的留言网 说我带个长发 穿个长裙 就能有点女人味 尽量这儿捣死捣死 这儿我想看一眼 化妆色果一全看 我怎么感觉比我跟我差 什么点紧张呢 对不起了家人 让你们失望 辜负你们期望 其实吧 我小时候我留过长头发 就这样子 后来吧 我的脸型越长越 一言难尽 我就留了短头发 我先当时那男孩 小男孩啥不都喜欢短头发 死路清洗 原来我先我能找个对象 谁先知道后来我找的那米九 妈妈呀 你们不都问我 咋长这么高的吗 我家那个基因就很神奇 我奶爸都是还一米八的 就别人家老菜的 过马路对着别人扶着我 那我奶 那到底扶别人那会儿的呢 有很多老姐们 说想体验一下 一米九的身高 就是那个外形嘛 对我的生活 其实造成了挺多的困扰的 像以前 我其实是一个 很不自信的一个人 很内向 直到接触了抖音 我才发现原来 有那么多人的喜欢我 你们是疯了吗 我奶家的时候 翻评论 笑出声来 特别的开心 就是吧 没有一个男的喜欢我 但是 我很知足 我现在一出门 我都紧直了腰 最后呢 很感谢大家 这么久以来 对我的支持 以后我一定会 做出更好的内容给大家 希望你们开心就好 感谢 我这条马 是个身高的米九的女神 总有人羡慕我长得高 但这堆身孔的我真的不友好 买东西对于我来说 就是社交毒药 即便我十分小心 这个最大马 电源的热情 也总让我投皮意见 这个最大马拿一下 这个接着要看 除此之外 还附加报警 我女朋友绑子够宽啊 哼 砸心 没有人的场景 往往让我感到安心 可以好好享受 独处的宁静 感觉到排队的人 逐渐失去耐心 我决定装作没人 隐藏自己 但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你 受到打击的 我决定回家休息 但事实证明 坐电梯的时候 还是不要看手机 毕竟 闹听 我这小妈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这几天潜伏在评论区 坚持寻找 终于挖掘到 不少女生的撩汗小技巧 比如趁着木边 就在身旁 多挤一些护手刷 让最非关心 错不及防 来人起大劲了 分一点吧 再比如利用身高插 营造暧昧气氛 你这样子 我就不停止了 这一点我甚有体会 你在这就不玩了 但 太好了 化身化身 没事 有的是机会 都说奶兄的小毛 可爱加倍 奶兄的女生 也同样到位 你再动我 你再动你 我也不能气领 你在动她身上 但 不行吧 这样我自滑一杯 难道她 想霸占我的美 我意识到是自己的穿杂出了问题 听说最近流行唇欲 我也尝试包装自己 荷叶边甜美而柔软 白色是欲说害羞的性感 马丁薛把个性质拉满了 费 我学生的一整天都不胜 但还是觉得哪里不够圆满 难道是缺少搭配 我这小妈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很多人都说女生长得太高似病 殊不知我的生活其实有很多捷径 大家都说年龄是成熟最有效的证明 但由于我出转的时候就长到了1米8 所以小小年纪我已经备受尊敬 工作之后我也很受欢迎 在体现在每当公司来的新同事 他们总会想把我当成职业道路上的指引 并且给予我最大程度的相信 所以说人还是得长点心的 总有人抱怨公为设计阻碍的同事关系 而身高腿上的优势让我更容易展开话题 显然她也很客气 于是我把握时机和闺蜜交换资源讯息 看得出她非常感兴趣 但 我的生妈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第一次和闺蜜加些旅游 没想到出门在外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对于风景我们有着同样的好奇 但因为身高的关系 我总是能比1米6的闺蜜留下更多回忆 和一些意外惊喜 算了 谁让她还不到1米7 这样能靠近了吗 拥挤的地方难免会有情绪 好在遇到的人都兵兵有礼 看到我态度谦虚 你有睡吗 她也收起了戒心 不好意思 大家都说旅游到处都是消费陷阱 我觉得很有道理 凭啥挣钱费心费力 花钱却那么容易 给你女朋友买个气球吧 只要50块钱 我是女的 她看起来很会做生意 她连这个都不给你买 是不是不爱你 哼 反见忌惮 但 不算掉了 确实是好东西 就是多少有点闹我听 妈呢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由于我的形象比较特殊 即便能和女生们好好相处 我依然觉得很孤独 女生都喜欢扎威拍照片 但贵笔里都在为了写脸角而内卷 这时候我的作用就非常明显 就是难免会有一些缺点 当然 这并不影响我们友谊的场面 姐妹们要永远在一起 但 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为了让我尽快融入女生圈 闺蜜决定带我深入体验 这到底是个什么场面 好在闺蜜看出了我的腼腆 我知道她是想让我保持少女般白净的容颜 那连这儿就不用那么黑色了 似乎有点道理 但感觉她不太高兴 杀 好闺蜜不仅要一起美丽 还要时刻关注彼此的情绪 并及时发现爱情的蛛丝马迹 你不用跌强 我可以弯腰 呃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大家说至少都是缩掉友情 但凭借这个外形 我还是收获了很多关心 小心别撒了 谢谢你 这个也行 为了和同事搞好关心 我总是有求必定 但 小马你走的车啊 不知道该从哪解释起 每当早上和同事上的同一班电梯 人潮拥挤走 能迅速拉近我们的距离 我读懂了她的难言之意 没事我来 并利用身高异常的优势解决问题 但 她是不是对我不太满意 偶尔我也会利用工作间隙 积极和同事们培养感情 并利用身高优势 重复发挥察验观色的能力 我才忙得请客吃饭 吃上午茶 并提取重要信息 看到我这么有心意 老板肯定对我花梦相看 我请看 您是露得发白火吗 看得出她很诧异 哎呀现在陶特全王请客 幼的就是从那买的 因为职贡所以超值 现在下载陶特APP搜索职贡好货 天天万分免的 狂撒十亿红包呢 但 我叫小马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上学那会儿我很羡慕别人能和同桌成为闺女 但由于我一直做最后一排 所以我的同桌都是扫板 垃圾桶 以及 我脸上有提 上学时女生总是有一些特殊福利 我也试着争取 但效果好像不太理想 女生之间经常有一些男生不懂的加密信息 我听懂了她的秘密 并尝试为她解决问题 看得出 她非常感激 于是我尝试加入她们的话题 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帮助和关心 成功赢得了女生的友谊 和男生的注意 但突如其来的侧头 还是将我打回圆形 果然 上天给你关上一扇窗的同时 也会顺手给你带上门 还好同学们都比较善解人意 用下这个红薯宝液体卫生巾吧 它和普通的卫生巾不一样 天科技液体吸收心超能吸不会漏 而且还超级天生 怎么动都不会疑问 用液体卫生巾的感觉果然很奇妙 我感到好像姨妈咪来了 我不仅能消耗 还能大跳 甚至能和别人追逐打闹 但 尝过所有浪漫银河 所有城市烟火 我讨厌 哎 闹不停 我叫小马 哎呀住手 你们不要再为了我吵架了 一个平平无奇的一米九女生 对于我来说 身高并不是我唯一的特色 孤独才是我的标准人设 我曾试过向男生暗示心意 他们只想拿我当兄弟 不见识不办卡 也尝试过和女生做闺蜜 但他们只想让我成为男友平地 每当夜深一谋的时候 我总是默默给予朋友陪伴和鼓励 大千万 不要跟他分手 男人会辜负你 姐妹不会 还是劝他向前看吧 拜拜就拜拜 我下一步 不禁想起之前 他因为换季豁免而爆皮 我也是这样的贴心 他很客气 所以说友谊就是要不求回报 付出真心 显然 这次我高估了自己 今天会遇到心软的神吗 哎 我是小马 我是小马 一个身高1米9的丑女 1米长得高 我平平无奇的颜值 也显得格外高调 我从来买不到合适的S码 美女体重不过8 45路 我是两个美女 我精准地把握美女的标准 积极听取别人的成功经验 三句话 将你变成初恋脸 我是一个30岁的女将 快一点 再快一点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再努力一把 终于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但 初恋脸已过时 现在流行纯玉风 人果然很散变 或许 我该换个死路 三句话 教你变成纯玉风 我是一个30岁的女将师 又或者 放弃随过逐流 去成为潮流本身 为什么要那些千篇一律的文案 教你该成为什么样子 又为什么要用刻度定义 自己的生活 所有无可替代的特点 都是我的物件 这样就是潮流的顶点 但 唉 闹停 我这声骂 一个身高1米9的女生 AKA东北卷王 一件羽绒服 普通女生买S马 我买XL 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多的布料 卷死他们 出门在外 有兑现的女孩总是能自由自在 而我跟出门的闺蜜早就处于VIP状态 卷死他们 有兑现的女孩总是能喝到爱心奶茶 而单身的闺蜜从不羡慕她 一步到位 卷死他们 作为卷王 经常有人向我寻求经验 但事实证明 有些男生讨好你 只是为了接近你的闺蜜 为了证明男人不可靠 姐妹才是王道 我连夜翻遍闺蜜朋友圈的种草 在闺蜜生日时放出大招 好马配好暗 美女配好包 没有女生能拒绝包包 卷死她男朋友 但 可恶 居然让她学到了精髓 但还是让我发现了蛛丝马迹 你家钱都放别人上面 怎么回事啊 只能说 尊重 祝福 闹听 我叫小妈 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 因为长得高 大家也总是亲切地叫我 坐视的时候动点礼貌 由于外形上看起来不是个嗓流的等 别人总觉得我很高冷 为此我也做出过一些调整 看起来 铁骨增增 其实生活中我特别平易近人 和同事打招我总是主动而诚恳 呃 工作中我也同样勤奋 总是积极伸出援手帮助他人 但 这就是我一个文件 都说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为了道歉 我决定把我刚收到还没物热乎的降噪耳机 送给她作为留念 送你的铁铁礼物 她摸不着头脑 什么点人 这天猫双十一猫 冤家一姐不一姐 别生气了 事情的发展出乎她的预料 还有这么点人 趁热打铁赶紧收段广告 这不怎么有88VIP专属大哥消费券吗 把3800减300 还有决策不在5决 别跟我客气 看到她满意的微笑 相信我们今后的相处应该会很美妙 难道 那我听